這個禮拜第三次上課 我們重點大概就不外乎幾個 就是說在文字函數裡面 其實還有滿多其他的 其中有一個我覺得滿重要 就是這個Test函數 這個Test函數算是相對是進階 或者叫高階函數 因為這個函數很重要 其實你不會也不影響 可是你會會更好 類似有這種概念 因為解決一個問題的一個公式 絕對不會只有一種 可能會有多個 那至於用哪一種函數 組合出來的公式是最簡便的 我想可能有時候你要不斷的去揣摩 所以有的時候我解決問題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好幾種方法 不見得單一個 那我也想想到哪一個比較簡單 如果以Test跟REPT加LEN比的話 我覺得Test應該是簡單很多 OK 但前提是你必須要知道 有一個叫Test函數的存在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甚至你不會用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就也是要用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聰明的方法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完全去了解 那當然以色列裡面的函數 不是只有文字類 當然還有別的 比如說還有像邏輯 統計 或者叫數學 等等的這些函數 我想你們 我們課程時間沒那麼多 所以可能還要請大家自己花一點時間 去把這些函數額 就是再去了解 那坊間書籍其實還滿多的 你們也可以去稍微找來看一看 當然這個需要滿多時間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以色列的函數 有全面了解的話 那相信以後你遇到任何資料上的問題 應該很快可以迎人而起了 那相反的如果你不熟 可能就變成你要土法鏈鋼 那土法鏈鋼真的就不得了了 尤其像現在big data有沒有 那big data是要這麼龐大的情況下 你要慢慢來的話 那當然用土法鏈鋼 那真的永遠做不完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當然我們也講了一個test函數之外 其他就是在更上一層都講了 有關這個錄製劇期的部分 那這個所謂錄製劇期 實際上就是讓你的工作更加自動化 不然每次你要再下一個公式 然後再做一些重複的動作 其實沒有效率 尤其是你有很多很多動作的話 那假如說你希望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那就是這種產生的 那當然你的效率絕對是快很多 而且我覺得你自己也會滿有成就感的 其實我會不斷在繼續往那個 城市這個領域去學習 就是成就感 那我覺得好棒喔 以前可能要花很多力氣才能做到的事情 突然間馬上OK了 而且這件事情就從此就不用再做了 太好了 有點一勞永逸啦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 那個背後的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當然對一般人來說 寫程式其實是一個滿困難的事情 尤其是你不是資訊相關背景的人 其實真的滿難的 所以Excel我覺得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其實有提供一些方法 可以讓你不寫程式 你不寫程式喔 但是你可以產生程式 你不是你寫的 那它會幫你寫 那它幫你怎麼寫呢 就是錄製劇期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動作做給它看 有沒有 你滑鼠鍵盤做給它看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幫你產生你需要的程式碼 OK 那個就是劇期啦 那劇期呢 如果你按編輯 你看到它的結構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然後它一定是開頭一定是一個Sub 結束一定是一個End Sub 應該有印象吧 OK 然後裡面名稱在裡面 這程式就是 它等於是一個線性的執行 就從上往下執行 有沒有 然後一行一行幫你執行 OK 大概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做了什麼 在增加按鈕有沒有 然後在註解VBA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算是進入程式的一個捷徑耶 我覺得這樣對於很多人來說 你不用說一下子要去知道太多的程式語法 還有程式的一些規則 你就可以進入程式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還滿好的方法 那當然不是說你就永遠不需要再去了解程式啦 我覺得你可以漸進的慢慢的增加 那當你有一天你自己可能進化到 你大概都看懂程式 你用你自己寫的嘛 你必定要從頭到尾都錄了 那但是如果你不會的 你是可以用錄製的 這個我是覺得是一個還滿好的方法 OK 而且這個方法錄製期也算是Excel的特色 因為其他語言沒有錄製劇集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Google查一下 或問ChartGPT 有沒有什麼程式語言 可以幫你錄製劇集產生程式 我想我自己接觸的 好像目前大概就只有Excel 有這麼好的東西 OK 所以我是覺得Excel VBA 算是如果你是入門的使用者來說 你不太想花太多力氣學程式的話 那這個算是一個還滿不錯的一個選項 不然的話現在最夯的像Python好了 你光Python你一定要先學很多語法嘛 第一個可能你要知道什麼叫變數嘛 然後第二個你可能要知道什麼的資料型態嘛 第三個你可能要開始去撰寫那些 比如說什麼運算值啦 然後邏輯啦 有沒有 還要回圈啦 你可能要寫這些東西之後 你才可以把它開始 可是你光要了解這些東西的話 那恐怕一個學期大概過了 你可能只知道皮毛 你還不會寫程式 但是錄製劇集不一樣 你根本不需要跳過了 你就馬上可以產生程式 我覺得這等於是一個大躍進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 其實除了錄製劇集之外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好 如果你假設你真的不想要 一下子了解太多程式語言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用Charge VT幫你產生 就是深程式AI有沒有 它其實除了深程其他東西 它還可以深程程式 也就是你告訴它說 我想要寫一個什麼什麼的VBA程式 請你幫我產生 它真的可以幫你產生 而且以我的使用經驗來看 真的還滿不錯的耶 比我想像中來的好很多 不過前提可能 你可能還要知道怎麼跟它對話 跟它講說你要什麼 之後我會舉一些例子給各位 比如說有些程式 我們不是自己寫的 我們除了錄製劇集之外 其實也可以請Charge VT幫我們寫 除了Charge VT之外 因為Google不甘失落 Google現在有Gemany有沒有 Gemany也可以產生程式 那我就兩個邊試一下 發現好像各有千秋耶 而且那個Google的Gemany 因為不希望讓OpenAI一支獨秀 所以它也把所有的好料都放進去了 所以我建議你也可以用那個 除了Charge VT之外 你也可以試試看Google有個Gemany 其實之前我用Google吧 覺得爛到一個不行 什麼都不會 我問他說 請幫我寫一個程式 他回答我說 這個不是我的專長 我沒辦法幫忙 我就傻眼了 我想說你不是一個生成的AI 可是現在的GoogleGemany 真的就有兩把刷子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 有機會的話 可以不妨多了解 因為現在AI正夯 所以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會用AI 第二個的話 如果以後有機會 甚至你可以設計AI 或者甚至你可以利用 它釋出的一些模型 建出你自己的AI 你可以來用 那這不得了 以後你就應該不用擔心 工作上的問題 我覺得你以後 變成人家來找你 又不是你找工作 OK 好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 大概重點提了一下 所以大概這些 另外還有所謂的 那個蘇柳分析表 跟蘇柳分析圖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是希望利用 把上個禮拜這個 再結合進來 那比如說我今天 請各位打開那個範例 裡面的那個什麼 選課資料 那這裡的話 我希望統計三個資料的結果 哪三個呢 第一個就是說 根據班級的這個欄位 請你告訴我 到底哪一個科系的人最多 那比例上課 或者幫我排名好了 排前三名 數量最多的 OK 所以這邊可能會需要有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 就像上個禮拜我們那個範例 比如說年次對不對 你如果蘇柳分析表之前 你一定要產生 你要統計的那個欄位 如果那個欄位不存在的話 那你需要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變出來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從班級把它拆出來 其實應該就是什麼教育系 那其實有個規則 就錢瓜湖前面這幾個字 OK 所以呢 第二個欄位就是說 我希望統計說哪一個系所的最多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欄位 也許多一個叫系所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希望哪個年級最多 也許就年級吧 那哪一個 學 碩士班或學士班哪一個 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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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那也許我就增加這三個欄位 那這三個欄位的話 那顏色要一樣 就用格式把它刷一下 這個刷子 然後這邊把它刷一下 然後把它寬度色一樣 寬度讓它自動調整 所以我選CDE 快點兩下 其中一條線 把它自動調整一下 所以我會需要什麼呢 請你幫我試試看 如何把系所 系所就前面 錢瓜湖的前面這幾個字 放到這邊來 但是呢 它的規則其實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的字數呢 不是都三個字 或是四個 或是五個字 因為它的字數不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要 如果把那幾個字抓過來的話 那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應該要抓幾個字 當然你可以用LAPT的函數有沒有 LAPT 當然LAPT有四個字的 有三個字的 也有五個字的 有六個字的 有沒有 所以那個長度不確定 那我們怎麼可以知道 這個數字應該是多少 如果可以知道的話 那我這個問題可以解決了 如果不知道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那變成你要什麼 哇 不得 突發練鋼嘛 那第二個是年級 年級的話剛好在哪裡 在那個後瓜湖的 這個後一個字 其實看起來是後一個字對不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這邊有躲一個空白鍵 有沒有空白的下一個 比如說這邊有個二年級嘛 我是用取的這個 把二年級放在這邊 比如說這個 它不是叫你選起來複製貼過來嗎 如果你用貼的話 哇 那不得了了 那第三個是說 學說是是瓜湖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一欄裡面 所以其實會有三個欄位 我需要去把它產生出來 那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需要用到 文字類的函數 這裡其實喔 方法應該絕對不會只有一個 可是 哪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我想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怎麼完成這一件事情 那你可以用函數啦 或者是其實喔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其他方法的話 好像也有什麼資料剖析 其實應該也可以 可是我們先用函數好了 函數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選課資料這個範例題 OK 然後呢 並且在這個上方呢 產生這個三個欄位名稱 然後幫我產生裡面的資料喔 不是用土法煉鋼 是要想用哪一些函數完成 OK 那這邊我是用刷這個油漆筒 常用裡面這個刷油漆 複製格式嘛 把它刷過來 這樣它就長一樣了 再產生底下的 那我們今天大概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 把三個欄位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把它錄製聚齊 也就是說 那最好是三個欄位 同時一下完成就好了 不用一次做一個一次做一個 不然你要做三次 那最好錄製一個聚齊 它可以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三個全部都完成 那就最好了 效率最高 那再來的話就統計結果 到底這三個資料的結果 哪一個是哪一個戲所最多 哪一個年級最多 有沒有 那哪一個學術是 或者它的占比 所以可能會需要樞紐分析表 幫我匯製出 先做出樞紐分析表 再畫一個圖 做一個視覺化呈現 那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最好是也可以配合那個什麼 自動畫圖 自動做樞紐分析 自動產生爆表 那這樣更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解一下這個 你如果想得到你可以試做看看 我想不到待會可以講 就這樣 好 可憐 你再問我 我會想到 你再問我